3 3 3 大家好 歡迎收看高明喜歡的 美女樂隊友好 我是班長 我是瑋瑜 瑋瓦凱了 好 我們要來宣傳幾個 我們今天 這禮拜日的見面會 讓我們 18、19號 11下午1點鐘 在台中的中油百貨 4點會殺到新竹區的大圓白 大家前來喔 倒數計時放暑假 抓住夏天的尾巴 抓住暑假最後的十塊 給我們吃的麵杯 各位 4點 玩遊戲有吃的有玩的 還有禮物拿 今年是扇子 今年不得了了 重金下去 是 做 製作 製作 待會兒告訴你們是什麼 真心的 而且我跟你們講 最近因為 我其實在玩抖音玩一陣子 對 然後我有一些一些粉絲 下面的粉絲其實一直在問我說 為什麼凱樂都不開抖音 一直問我 真的有人問嗎 拜託 球衝 你趕快去跟凱樂拍 你沒開抖音 我想看他跑了 超多人問的 真的假的 所以就在剛剛呢 凱樂 黑蝴蝶開抖音囉 辦抖音囉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追蹤他 伯伯也會練一些轉籃球啊 什麼的 然後什麼過子 就是屬心 ID要講一下 ID收集一下 發特殊在092288 跟我的那個 IG一樣的 IG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希望大家可以 那你有嗎 我 抖音 等一下辦囉 等一下問什麼ID呢 我等一下再看看他辦什麼ID呢 應該是馬相談吧 你知道他很白癡 他其實已經早就辦過了 但他 你是一個表演會忘記密碼 因為不是不是密碼 是我 我其實是個三四百次 他可以連Facebook直接登錄耶 就是三四百次 我只要看到很麻煩 我就不辦了 就是因為他要什麼 很麻煩 因為有些東西要按 他就是Facebook一起就一鍵就連結了 其實我剛剛看到Wish教的時候 我想說好像滿簡單的 其實不難 對 其實滿簡單的 對 因為很多小學生都用得很厲害 很厲害 對 他們都很會拍那個對嘴或搞笑的影片 或者就是一起貓叫 很可愛啊 什麼的 你就很適合一起學貓叫啊 我等一下就 我等一下去辦 好不好 他很適合學主角 他笨跟豬一樣 好啊 罵人啊 好啊 你們每次都這樣子鬥嘴 會不會真的傷害到感情啊 有 不知道耶 他有時候說我醜會有點在意 真的假的 你會在意喔 走心 走心 你要差點是有 人是會被影響的 人有時候覺得 Wish還好 沒有 我覺得WishOK Wish好像真的有點醜 不是 但是有時候說實話就是這樣 沒有 但你會在意喔 我不知道你會在意 還好只是說 有些網友會被你影響 以後我說哥帥了 哥哥走心了啦 我答應你 我以後不會說你醜 而且他好像都沒有攻擊你耶 有時候 他都攻擊你什麼 他會說我幼稚啊或什麼的 我下次不會說很醜 可是這是事實啊 我會說他超醜 不行 你好像跟昨天我們訪問的那些 20歲 16歲的 我們一起學夢到一起 抖音紅人有差不多的TEMPO 所以你扮抖音應該很難 應該會重 對 會重 好了 那我們先進 親吻多年吧 進一下 親吻多年吧 木乃 乃木板 木乃伊誰 乃木板快閃來打小葉出席代言活動 7000年怎麼過呢 蔡林花町長監代言手機遊戲 看一下吧 再來一次 大家好 我們是 乃木板46 乃木板46來台拍攝廣告 其中團員松村沙遊嶺 球員真夏 更特別來到蔚來超商 看到科技感十足的設計 直呼太厲害了 我已經全部都超過了 所以 顏色認証 進入的也很可愛 我覺得 經常都很感激 很感激 購物 我還沒在日本 所以 快點 成功 成功 過完一圈後 兩人分別提了專利品 而本身就喜歡甜食的球員真夏 果真就拿了巧克力 你知道上面的三個字是什麼意思嗎 什麼意思 日本沒有看過 就是日本沒有看過 他就是說你長得很漂亮 很像公主的意思 他說知道 就是每個人 那個奶木板46 每個人都畫一個 完蛋了 我剛剛翻譯錯誤了 兩個人來台灣都有必買清單 也推薦大家 如果去日本的便利商店 一定要買 丼筷 在7-11的餐廳 親子丼 有餐和蛋 很美味的食物 我想要吃飯 好像是飯 而因為有別的行程 沒辦法參與記者會的摘騰飛鳥 去年拍攝那些年 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日本版 特別來台灣取景 兩位成員也很期待電影的上映 在台灣也拍攝 所以非常有趣 還有 10分鐘 我超級喜愛 小S出席保養品代言活動 再度以IPSS超強氣勢登場 不過竟然連粉絲都跟IPSS本人一樣浮誇 狂風到雲 空氣很高 這路人太誇張了吧 剛剛本來以為他是單純的路人 想說這樣比較公平一點 就是證明我們沒有那個暗裝 結果他一上來 既然動作比我還浮誇 我真的很想從側面飛踢他 可是後來我問他 我說你是不是真實的路過的路人 他說沒有 他是特地來看我的 所以我相信看到他的動作之後 我就覺得他不是真正的路人 他是我的粉絲 因為我的粉絲都很浮誇 只能說有怎樣的偶像 就會有怎樣的粉絲 日前小S在臉書上傳一張 手指受傷的照片 沒想到粉絲給的建議 讓他也傻眼 對 因為我去看 我放了那個照片之後 我想說下面應該會有一些那種 醫學的嘗試會提供給我 就是說比如說包紮 冷冰敷什麼的 結果第一個就是說 趕快喝一杯咬咬巾 然後我還真的很想說 對…快去拿啤酒 後來想說算了 我要冷靜下來 應該要做正確的處理方式 而平時就很愛曬恩愛的小S 活動上當然也沒放過 我跟我老公是史上 最不可能離婚的人 就我要感謝老天爺 怎麼會有一個男人愛我愛成這樣 因為像現在我真的是全身大汗 如果照理說可能一般愛乾淨的男性 老婆這樣回到家一定會說 老婆你要不要沖個澡什麼的 可是我如果回到家跟我老公說 Baby 我全身這樣好濕喔 可是我真的不想洗澡 她就說沒關係啊 你健康 你開心就好 然後她也是照樣會抱我 然後照樣什麼的 所以就是我跟她是不會離婚的 倒是曉飛跟我姐 也是挺相愛的嘛 我是新年家小秋 你看 還有尾巴 其實她好可愛 而且你的帽子一定要側身 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誰 大家猜到王子今天扮成誰嗎 王子秋聖翊一身精心裝扮 參加寶可夢社群日活動 不過現場除了王子之外 還有吸睛的虛擬寶貝們 我就覺得 從虛擬世界來到現實 要這麼可愛的皮卡丘跟伊布 直接活生生的在我面前 所有工作人員跟我都融化了 跟兩隻超萌寶貝一起拍照 王子興奮的說 從小就是粉絲 前陣子更瘋狂抓寶 半夜衝去北投 還有半夜去國父紀念館 然後那時候很多人在那邊抓寶 然後我們都是很低調的去 那通常都是一窩蜂的感覺 都覺得 感覺像是在演唱會 或是簽唱會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滿特別的驚豔 才與香港歌手鄧立新 大放任愛的王子 又被拍到帶著女友到花蓮度假 該不會是提前過情人節吧 也不是度過情人節 就是去放鬆一下 對 那情人節快到 有沒有什麼規劃 目前是有工作 對 所以就是 那還有度過嗎 度過 我想一下好了 不然你還是有什麼想法 跟我分享一下 所以要自己想才有心意 好 那我努力想一下 蔡英零Jolene出席手機新品 代言記者會 華山總監出場氣場強大 而示範自拍時 Jolene不小心洩漏了 很在意的部分 妳自己看自己喔 我怎麼覺得 應該可以調高一點 比較高一點的 再養一點點的姿勢 這樣子拿它更高 不然比例不好 好 對啊 因為我個子不高 所以 就是要讓自己看起來 心情好一點的角度 被身材一向有良好管理的Jolene 最近卻因為這張照片 讓網友誤會 背後的腹肌是不是不見了 肚子變大 對此就另回應 我覺得不能把眼光投射 在別人的身材上 我相信 那一個身材美好的人 並也有他想改進的地方 我覺得那個文章給我很大的起發 因為我是藝人 所以我必須要告訴大家說 我也是也有不滿意的 但我不會刻意去避諱他 因為我必須要喜歡他 如果我不喜歡他 誰要來喜歡他 被媒體問到近期最滿意 和最不滿意的身體部位 Jolene的回答惹媒體哈哈大笑 最喜歡我的心臟 也太特別了吧 因為我每天在想像 他的樣子很漂亮 我不知道我最近有一點很 就是想要看我看不到的地方 其實最近因為對身體的裝飾 讓Jolene活力滿滿 愛上打球的感覺 成了追求一組 我的活力有回來 我覺得我隨時都想去打球 好多喔 我的球 我最近很喜歡打網球跟羽球 對 就覺得那種追求的感覺 有...就是會讓人家很放鬆 打網球就會發出那種很Man的思路 一定要喔 就是... 呃... 除了對身材很關注 粉絲也很關心Jolene的新專輯進度 Jolene表示一切進行順利 其實還滿順利的啦 只是... 去年一整年 給我一個滿長時間的 等待跟耐力的訓練 所以我想我脾氣會越來越好 對 來囉 發達採訪柱 採訪報導 一起跟上一 歡迎在家這個吧 歡迎 歡迎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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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 謝謝你們 來 今天你聽到 今天你聽到 大家好 我是Jolene 嗨 大家好 我是孫可芳 小豆 天啊 你們這部電影 我已經看了好多好多新聞 真的嗎 真的都中邪耶 很恐怖 都中邪喔 很恐怖 其實真的滿恐怖的 是真的 不是要嚇你 就真的滿恐怖的 真的很恐怖 而且我昨天第一次看 昨天進電影院看 是媒體適應 我自己都被自己嚇到 你已經這麼久疼和劇情的人 還是會被嚇到 對 其實會 因為它剪接其實順序 有一點變 對 它就是要給一些特別的驚喜 好了 我們只能講到這裡了 對 不能太說 玩遊戲了 只要玩遊戲 好 來 轉身看一下 你們後面這個牌 是不是 這個遊戲 沒有宣傳 因為這樣你們才可以宣傳 我們有五次的機會 除非你們在轉的時候 你們插到這個洞 手指插進去 手指插到這個洞 你們就有10秒的宣傳機會 沒錯 太難了啦 對 OK嗎 好 等下我插到大冒險或真心話 就要回答這個問題 一定要回答 不能不回答 而且你們一定有一些力量 會幫助你們 對啊 後來就打到了 我跟你講不要惹我們 不要惹 我們現在很可怕 我們很可怕 你知道我都不敢亂講話 因為跑了其他的宣傳的時候 都有一些狀況 真的假的 真的 等一下 然後都是跑過來跟我們講說 以前錄這些從來沒有發生過 這樣的事情 真的假的 沒有假的啦 像之前去錄一個抑制節目 對 然後就 因為我們是兩組人馬去選舉 然後總共有五組不同的人馬 然後我們大概錄到 剩最後四分之一吧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 那個高度 馬上就給你嚇到了 嚇到 不要嚇到 嚇到 又是很激動的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他真的會流淚喔 憲靈 超超強的 你說跟兩隊然後呢 然後 導播就跑過來 然後跟我們講說 沒有 只要 聽到你們的時候 螢幕就突然閃一下 變黑了 人影嗎 導播有嗎 而且重點是 因為我們是分開不同組 我跟喬喬一組 然後到我們的時候 閃一下 到他們的時候也閃一下 然後是大小某都閃 然後其他人都沒有 所以是你們這一群 可能是有怎麼樣 所以會閃一下 沒有 它是螢幕上會閃 哇 就可能訊號會突然斷掉 但是那是一個直播的集 喔 那個Live 我們這個也是直播 對啊 你們聽到我們講話嗎 現在收音什麼都OK 雞皮疙瘩 收音OK嗎 然後上次才去錄 教哥的節目也是 然後你就錄錄錄 落一半 我知道你們打電話的那個對不對 你就看工作人員在那邊 一直跑 一直跑 教哥說 好啦 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你就直接講 然後才發現說 電話可以播出去 但是打不及轉 而且後來他們從頭內打進去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轉到變英文的 就是你也知道 瞧瞧這個人他就是不死心 他就是想要 就追跟救 他想要證明 然後他就叫助理 把電話拿來 他就真的自己打 就真的播到了 就是直接跳語音信箱 然後那語音信箱講的是英文 好恐怖 好恐怖 好兄弟們 你那麼國際化 真的 當然 大概還是要來玩一下 我們還是要玩一下 還是要來玩一下 還是要玩就對了 躲不掉就對了 來 三秒之內 數完要戳喔 你先 我先 你先好了 派一個 派一個 好 三秒之內要戳 來囉 反正就是你轉 然後我想辦法戳進去就對了 預備 選一個 我們是這樣 其實一個人抽 兩個人都要回答 不只有一個人 沒錯 哪一位 哪一位 抽出來的真心話題目是 請問 我要做過最大牌的藝人 這個還好啦 我想現在 我 應該是耍大牌 他不是說做大牌 是耍大牌喔 他明明就說最大牌的藝人 他的意思是說 意思啦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覺得誰 排場最大 對 或是助理跟的最多 排場最大 助理最多 應該是我老闆吧 真的 真的 怎麼會太主人 很中槍 這麼多 有很多人 對 超多力 但其實這樣講的話 滿多 不用講名字 就是從大陸過來的藝人 你會發現他們都是 以一個團體經營的規模在做 是 團隊 這是真的 就是一堆一堆 然後後面還跟了一堆粉絲 我覺得他們就是 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在做 分工很細 對 很細 非常細 就是有化妝師 服裝師 都是分開的 但是各有各的專業 更多 對啊 好 謝謝 來 我們來下一名 妳還想要逃 妳還想要逃 我沒有啦 有沒有 有沒有一些 跟妳以前一起拍一些 什麼 我才拍幾部 我一定不能敢講吧 但是這也不是壞戲 對啊 對啊 這是代表他試驗 在我們這一檔 在我們這一部縱鞋裡面 下一條 不是 不是 那個就是演鬼的那個 但現在不能講是誰 因為他只要到哪邊 我們都要讓他 因為他太可怕了 這是一種大壞 那個是 他只要一出現 我們就會立刻讓他做 然後完全不想跟他講話 其實因為他有畫一些特殊書 對 對 對啊 其實他說說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對啊 我們那時候有一次看 我們那時候通告他 非常早… 對 然後我到現場 我拍完了他還在畫 他總共畫了大概六 七個小時 這麼誇張 非常久 六 七個小時才能開始工作 還沒開始工作 六 七個小時 因為全身都要畫 因為他全身都要畫 所以他真的到哪邊 我們都要幹嘛 但他滿細心的 真的 對 其實很辛苦 真的 超可憐 那我們來進行下一個 好 來 來了 雙胃老妹 我方加油 加油 3 2 還沒 3 1 GO 3 2 1 算嗎 算 我是福星 好幸運 好厲害 你是真的 你算是這個遊戲 第一個抽這麼整的 真的 穿這種快的體驗 根本是天然的對不對 對 不要這樣講 還有 郭雪不要抽中 只有抽中 只是沒有轉速那麼快 對 你這個轉速可以抽到很快 我真的覺得我要尊敬你一點 我覺得你有不一樣的力量 有保佑 有個保佑 好 再來 你可以宣傳耶 待會兒 宣傳 來 可以宣傳喔 但不好意思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要先進廣告 是 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好 我們把那個宣傳十秒累積到最後 讓你一次講 看你可以擠多少時間 好 累積一下 好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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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不要繼續 換誰 你那麼厲害 可以累積 我覺得你就是一路打到底 會不會骨折 來 準備 不是 其實我骨折 來 3 2 1 3 2 1 GO 3 2 1 我 真心話 真心話 抽籤 抽一波 不要這種整我們的 而且他們說剛剛那個 唱直播節目遇到特別事件 是在這個棚 這個棚 拍戲碰碰的靈異事件 有嗎 應該很多吧 很多 他遇到比較多 這部戲就遇到很多 為什麼你遇到那麼多 我也不知道 好奇怪 有時候 為什麼是你 你 那你拍這部戲之前會遇到嗎 還是就只有這部戲 這部戲真的是很直接性 因為以前就譬如說拍戲的時候 可能在攝影棚 你會聽到一些聲音 或是誰在那邊講 你聽得到 不是我聽得到 但是首音一定聽得到 就曾經真的有這樣過 那也沒有太在意 因為他不是直接性 然後這部戲有 而且是真的是很直接的 就在你的身邊周圍 因為前一陣子有一個 就是他們有一個新聞 就在講 我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那真的有錄到一些東西 錄到什麼 結果他們有把那個畫面結下來 然後看起來就像是一個 小孩子的臉 然後但是是一個像哭 Oh my God 那我自己本身沒有太在意 因為當下那一場戲 我只有覺得我發冷 冷汗 然後那一天其實 我們那時候拍攝的時間是1月 所以其實很冷 是真的很冷 然後後來殺青完之後 剪接跟我們講 就是他跟導演講 然後導演跟我們說的時候 就是剪接師 因為之前他剪紅一二嘛 然後就說 然後有一些狀況 然後那個狀況就是 我 我的那一顆鏡頭 有拍到了一些現象 然後我自己也沒有說 太在意或什麼 反正 那拍到什麼現象 對 可以講嗎 它其實就是 因為我在戲裡面會拿一個V8 然後也想要做一個直播 對 然後我會在戲中呢 我去剪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在V8就擺在這裡 對 然後我要下去剪 然後就 攝影機沒有拍到 就是我們拍攝的攝影機沒有拍到 但是那個V8 有拍到了 拍到什麼 一個零 然後還在 就在哪裡 它在底下 它就在出門底下 然後前一陣子去宣傳的時候 我們就有講到這一個東西 但那個時候我沒有太在意 因為我覺得 大概就是 那一定道具C的嘛 或什麼之類的 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那時候也有一個老師 然後老師也跑過來問我 你這是 你們自己弄的嗎 我想應該是吧 他說那應該沒什麼事 結果前一陣子 又跑來宣傳的時候呢 好 大家都來跟我講 其實這個不是C的 那個是原本現場就是這樣 我開始就覺得不大舒服 好毛喔 可能他一想要看 到底拍電影是怎麼拍的 其實老師有說了 他就說他其實沒有 太在意這件事情 他只是想要過來看一下 就沒想到我把那個米包放下來 結果拍到他 結果特效都不用做了 他直接入侵 最恐怖的 你還沒講到最恐怖 是這個畫面 只有一個take 而且很重要 也就是說 他會在正片 生產了 我們去電影院會看得到 是的 我不要去 你幹嘛這樣 你來 我會跟你講說是哪一顆鏡 太可怕了 幾秒的時候之類的 這樣需要付他費用嗎 對啊 這個我們可以要 稍微問一下製作 他可能會去問嗎 對啊 這真的是滿特別的現象 比較沒有發生過的 就互相尊敬 當然是互相尊敬 當然是互相尊敬 真的 就想要看看那怎麼工作的 到底怎麼樣拍攝的現場 明星們在幹嘛 對 講話怎麼會變那麼誇張 好誇張 多多指教 請多多指教 要這樣嗎 可以宣傳嗎 對 妳說 妳有遇到嗎 我剛剛有 遇過嗎 我就是整個人都重心 我在拍的時候 因為我對那個比較不敏感 對 那怎麼會重心 就是我在拍的時候 整個人狀態都不太 不是你嗎 不太沒有那麼 沒有辦法那麼抽離 就是整個很發瘋 因為我要用一個假道具打 打借位 打旁邊的東西 但打到導演已經咖 我都沒聽到 然後就一直 這只是單純聽力不好 對 你放在那邊 我放在那邊 為什麼會變這樣 單純要挖耳朵吧 然後我覺得比靈異可怕的是 就是我在戲裡面 有吞進一些嘔吐物 大家應該有看到新物 妳吞嘔吐物 誰的嘔吐物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 誰的嘔吐物 戲裡面演我媽媽的 因為那個必須要 他演一演 然後這樣 然後我在他正下方 所以我就 就吃進去 就吞進去 三三點點 所以他真吐 他真吐 當然要真吐 他一定要真吐 因為很明顯 非常明顯 他不是吐了一些 八寶粥什麼 對啊 就是一些果汁 類似像這種東西 對 像公園的鯨魚有沒有 對 了解 鯉魚 所以好好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部這麼厲害的電影 好的 8月31號全台會上映 它是一部關於台灣 在彰化雲林沿岸一帶 所以現在都還有發生的民間習俗 對 沒錯 所以他們會有一個儀式這樣 所以我們是改編真的 民間習俗的故事 是的 太害怕的朋友 可以無耳朵也可以看喔 也可以找朋友 大家一起去戲院看 對 真的 什麼時候上映 8月31號 好的 大家一定要支持 謝謝兩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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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的是 新聞多連發QP5 謝謝 謝謝 蕭秉智 我愛你 婷婷蕭秉智以新人姿態回歸 為了感謝粉絲對新專輯的熱愛 在西門町舉辦個人簽唱會 演唱多首歌曲 融化粉絲的吸引 啊 我走遍天啊 穿越寂寞海洋 振作夜夜流上 除淡淡我的彩蛋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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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會緊鬆嗎 現在還好 大家都很熱情 對… 滿感動的 就是 謝謝大家這麼久 還沒忘記我 現場 小秉智還邀請Erica擔任嘉賓 兩人一起合唱和表演首飾舞 喜歡你 只想要在一起 只想要收穫你 直到我們的老群 喜歡你 在眾生前約定 我覺得大家都跳得很好 所以都跳得比我還好 對 因為我是比較僵硬一點的 對 所以我還期待看到更多的影片 那你比較硬對不對 我比較 我滿硬的 而小秉智原本擔心 簽唱會沒有人會來 幸好粉絲們都很捧場 也承諾如果新歌點閱率破千萬 除了直播以外還要 目標 第一目標 希望可以破五千萬 一千萬我覺得先那個 開個直播 但我希望它可以破五千 剛本就是這樣跳舞 好 我就跳一個小舞好了 跳舞你可以 不行啊 你要我做我不知道怎麼辦 還是跳水 跳水可以嗎 跳水可以嗎 跳水破 可能 對 怕太多人都用過 柯枝棠為個人 迎唱演唱會 做男生舉辦搶聽會 這也是他出道以來 一首場正式歌唱 不知道心情會不會很緊張呢 我自己是還沒有 非常緊張的感覺 我其實因為很想要 好好把這場表演 做給大家看 所以最近就是在練團什麼 就是專心想要把音樂做很好 因為我也很久沒有 跟樂團一起表演 所以我其實也很期待 那天就是在台上 把整個專輯音樂 現場表演這樣子 表姐魏如炫 雖然因為懷孕 無法到場支持 但還是送上枕頭和維他命 為近期忙碌的表弟打氣 柯枝棠也向大家更新了 表姐的近況 之前才去電台找他 就是也是訪問 雖然我最近也很忙 就沒有什麼時間 私底下去找他 但是電台看到他就是 其實覺得他都沒有變胖 就是只有肚子變大而已 我滿滿壓抑 我本來以為 因為隔一兩個月 沒看到本人 好像會覺得應該會大一號 但是他感覺維持得很好 而另外一位表姐魏如雲 近期則是陪著柯枝棠 到處上節目宣傳 日前上禹拜時 北溫集 陳怡迅和威如雲 同時邀哥會先寫給誰 柯枝棠竟然立馬回答陳怡迅 可是讓表姐大走心 對 因為我覺得 我寫歌可能幫男生寫比較適合 因為我從來寫歌都 我還沒有幫別人寫過歌 都是寫我自己唱 所以那時候覺得好像寫給Eason 唱好像會比較合適一點 可能會寫得比較好 所以才會這樣講 小敬騰出席高校畢業歌演唱會 一緣帶來兩首新歌 瞬間就讓現場嗨班 你心中的對面 心中的被剪刀嚴醉 開口眼看 熬夜追隨 到最後都不是寶貝 You should make you make me 讓我飛翔情歌 讓我聽你說愛你 心裡相信我的真心 鼻子太怕 尖叫我被看得下 隨著真實的奏劃 真剩你給我幫忙 而老校明年音樂即將創進高雄氣氮 日前滿票開賣 兩萬多張票不到一分鐘立馬秒下 讓許多粉絲哭喊搶不動 反倒網路上 已經出現了不少黃牛 第一次的方法就是不要買 只要高於原本票價的票 都不需要買 只高一塊也不要以貴 因為你不買 它就不會存在 然後我們這一次的機制 就是三天內是可以退的 也就是說 黃牛如果把票價提高 三天內你如果不去買的話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所以他如果 他得自己找他的親朋好友來看 要不然他就得釋出 他得退票 那退票的時候 那時候就會有票又再出來 那大家就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大陸音樂選秀冠軍魏徐來談宣傳新專輯 首次來台的他也說很興奮 最想去的地方竟然是 心情很激動啊 因為 因為就很早很小的時候 就想來到台灣 想來玩一玩看一看 又想去很多地方啊 比如101啊 還有夜市啊 還有就是 鹿港小鎮 說到這個是因為之前 跟黃國仁老師 還有章魚老師 我們一起錄節目 然後當時 聊到這首歌的時候 然後就聊到這首歌的背景 然後他們在形容那個地方 然後當時想鹿港小鎮 原來是這樣子的 所以就一直 如果有機會能來到台灣的話 就去看一看 記者會中好兄弟CTO子寧 也特別送上祝福短片 魏徐也自爆 當初是子寧主動搭訕 兩人感情好到還有情侶裝 那之前你在你的百萬微博 為CTO打call 現在也歡迎兄弟我為你 加油打氣了 那一天 因為我當時參加比賽的時候 話不太多 然後也比較默默的 然後他就主動的就是跟我 啊 加個微信嘛 我說我一個朋友說 我們倆長得比較像 啊 我說更難的是這樣打算了嗎 我們後來就聊了一段時間 覺得人還不錯 後來確實發現 有幾張照片還蠻像的 然後我們就買了同款的帽子啊 還有衣服啊 還有就是我們一起出去玩 這樣就越來關係越來越好 而七夕即將來臨 以蟲粉出名的胃群也透露會有特別驚喜 粉絲們可以期待一下囉 當然有啊 這個想給他們一個驚喜 就當然我會 又有很多粉絲嘛 所以他們會經常給我一些評論 給我留言 然後給我發一些私信 就有一些 有一些寵愛是特別客觀 特別走心的 然後我都 我都盡量都知道是哪些 所以我也有默默地去關注他們 就不是他們每天去看我的微博啊 什麼的 然後我也會默默地去 去了解一下他們 八道採訪組採訪報導 好了 近新聞 伊藤潤二 絕命頭骨功 風天好冬天 竟然嚇到閃料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風天 風天好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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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到伊藤潤二老師的展覽 他是一個日本的漫畫家 然後他有很多經典的一個 鬼故事的作品 你看這邊都是 他的那個漫畫裡面 出現的一些角色 對不對 很那個嘛 裡面有個展覽 是像鬼屋的那種 就是很暗很暗 然後有鬼出來 就啊啊這樣 不知道 我要等一下去體驗一下 我自己 我一個人一定不會去的 但是要去 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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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找一個女生可以去 對耶 今天沒有帶女生呢 請問一下 你是一個人去 看戰狼 還有朋友 女生朋友 男生朋友 女生朋友 還是都有 都有 都有 那我也可以一起去嗎 充號碼拍 充號碼拍 你要 你要 我要什麼 充號碼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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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那我們家裡面的照明設備 是使用這個蠟燈 那這先給醫生 好 對 那裡面應該燈光燈 安全 如果有什麼需求的話 可以直接呼喊說 就如果你玩不下去 他就跟我們工作人員說 這樣子 好 不舒服的話 可以求救 對 那我們準備好 好的 好的 所以有些人真的會不舒服 這樣 不應該聽這個 換你出場 謝謝 好 謝謝 這是 牆壁有很多 這是什麼 地獄的 看不懂 但是 但是 它是鬼嗎 還是 你好 你好 謝謝 小姐 他 他是鬼嗎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怎麼 小姐 這裡是沒有門 這邊 什麼 誰 誰 誰 後面 有個 有個 竟然這是電梯喔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他在看我 他在看我耶 他壞掉了 拉燭壞掉了 我是開玩笑的 對不起 拉燭壞掉了 還沒開始喔 倒數開始 還沒開始 唉唷 門打開 對不起 拉燭壞掉了 真的壞掉 真的嚇到了 真的嚇到了 真的還沒說 對不起 對不起 我這真的 真的 嚇到的 怎麼了 怎麼了 聽到水的聲音 浴室喔 沒有 有沒有鬼 有沒有鬼 喝完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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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是那個嗎 漫畫裡 怎樣 可以不要理他嗎 怎樣 沒有 不要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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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開心 開心 沒有了 結束了 我覺得好好吃喔 手指餅乾 滿有趣的 我覺得這個餐廳 我本來吃得起來可怕 因為我有很多噁心的東西 應該很可怕 結果 我一開始就被嚇到 然後嚇到就是軟腳跌倒 所以單隻腳的男生 不應該跟女生來 尤其是跟喜歡的人 不行 這樣太丟臉了 風田好風田 下次見 下次見 是不是很想去 是不是 真的 我們要送你們去 要送禮物囉 送你們一屯任二二展的門票兩張 然後問題是 請問風田在一屯任二二展中 用什麼燈具來探險 一屯嗎 一屯任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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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用什麼用具來探險 不是一屯任二二展 不是 一屯任二展 也不是一屯任二 對 是一屯任二 我們會送門票兩張 怎麼獲得大家要講嗎 對 這個獲得方式 一樣是我在我們這個 總共四張 總共四張 總共二十張 送十個人 每個人 太大方了吧 所以總共是二十張 總共二十張 然後要送十個人 所以總共是十組 對 是十組的意思嗎 十組的意思 總共有十組人你可以 一個加一個 男女朋友或是好朋友們 太大力了 對 要帶人 不然一個人都會怕死 可以組團去的意思 然後呢 這個活動跟這個問題呢 一樣會在我們的 餘百APP官方網站上面上架 所以明天中午十二點 明天中午 對 中午才十二點 題目是什麼弟弟 題目是 豐田剛剛在一屯任二展裡面 是用什麼 什麼燈具來探險 對 是不是 明天中午 開始就可以上我們餘百APP了 收二十張門票 那個現在很夯 哪一個 一屯 一屯任 你是不是很難唸 是不是很難唸 一屯任二 一屯任二 超...超夯的 超紅啊 對啊 你敢看嗎 如果有人陪我去我敢 你敢... 你敢... 聽一下百分百 今天吃到兩個 休息一下喔 倒數計時放暑假就是這個禮拜天了 是的 我們會出沒在下午1點台中中有百貨 然後4點我們會在新竹的大園百 趕快來跟我們見面吧 重點是這一次送你們非常精美的禮物 是 對 一個非常環保的禮物 環保 就是我們手上這個杯套 杯套 非常時尚解約又潮流 它總共分兩個顏色 兩個顏色 一黑一白 都很可愛 對 各位觀眾給你們進看一下 而且可以救救北京熊 是 救救北京熊 遠看一下 你看像這個就很不環保 這個... 像這個就不環保 丟掉 所以這個等於呢 就是這個完全放你自己的環保杯 不要亂丟到這個 不要亂丟到這個 不要學它 很可愛耶 真的 黑色 白色 到現場就可以得到喔 還可以跟我們玩遊戲 休 就有機會可以得到喔 好不好 還可以當手環喔 對喔 還可以 還可以 還可以當腳環喔 好棒喔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有精采一個 休息一下 好 明天是Live喔 而且還有一起出來玩 MV播放是李久澤的Secret Bye Bye 禮拜天見喔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MV MV